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曾丽敏 来自浙江温州 我就想看看是什么样的一个女生 会一句话就让一个男生挣一千万 你怎么哭了 我看到他在台下这些 这些年的改变 有点难受 嗯 百感交集 百感交集 五味杂陈 哇 眼神里充满了母爱 仿佛在对大家诉说 我的努力是有结果的 孩子长大了 他没有辜负你 说句实在话 当年说那你要挣一千万 是赌气说的 还是真的是有意而为之呢 我认识他的时候 他还是个无所事事的富二代 他每天开着豪车 住着豪宅 想着今天去这里玩 明天去那里吃好吃的 他当时我也知道 他在北京有一个乐队 叫三维宇 但他更多的只是 当成一种副业吧 认识他之后 他说没有见过像我一样特别的女生 当时我坐在KTV里 他说明明 我没有见过比你更漂亮的女生了 我说你当时只是看上我的外貌而已 其实你根本就不了解我 后来他穷追不舍 我有点烦了 我的性格也比较急 我就跟他说 你走吧 我不需要一个没有事业的男人 我希望有一天 你能够学会丹丹 用你自己的双脚 能够站在这个社会上的时候 再来找我 就在你赠到一千万的时候做一个证明吧 当初你向他提出一千万要求的时候 你心里是不是觉得他压根就达不到 那是一种拒绝的方式 多少是有这样的成分 大部分 但是也有一小部分认为他是有这样的能力的 是的 因为我后来坚持过来发现 其实他是一个很有责任性的男人 我只是希望他能够学会丹丹 他的肩膀有一天能够让我放心的依靠 让我觉得这个男人就算脱离了家里人 也能够承担起一个家庭的责任 值得我托付终身 冒昧地问一下 你的家境怎么样 我家境还可以 跟他差不多吗 比他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 你眼光不错 你知道那些妖精一样的女人是不好的 这样的一个女人又长得漂亮 又贤妻良母 小小年纪 这个很有一种这种贤惠的特质 而且又持家的概念 很大家闺秀的感觉 其实我也是靠感觉来的嘛 你感觉蛮好的 接下来就靠你自己的那张嘴 和你的一颗赤子之心了 我告诉你 你前面像一百米 跑了前面九十米 最后还有十米 留在我们完美告白的舞台上 感谢你对我们舞台的信任 但是这十米很重要 接下来是黄海斌的告白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来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来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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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流星瞬间坠落 记住短暂的声音 小明你愿意嫁给我吗 你愿意嫁给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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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我们在一起 我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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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了 这个报等了多久啊 三年了 三年了 我们看到了 当你虔诚的眼泪流下来 当你再跟我诉说 你怎么赚来自己的财富的时候 怎么改变的时候 我觉得你一点都不像富尔代 不过你这辈子 是没有机会做富一代的 你努力的把这个富二代做好 把再有限的财富 创造更多的财富 然后就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丑媳妇总要见公婆啊 你怕吗 不怕 不怕啊 是你这样的闺女 这爸爸妈妈都该喜欢 我知道她父母是很好的人 那我们请她父母上场吧 来爸爸妈妈 来 今天好多人呢 妈妈先说说话呗 今天求婚成功了 接下来是不是要准备 操办婚礼了呀 回家以后看个日子 想十月份啊什么时候 把她结婚 喜欢 很喜欢 特别喜欢 特别喜欢 我媳妇 爸爸说点什么呗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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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 同意啊 你们是不是给点祝福呢 因为我们几个兄弟过来 是为他加油的 所以我们是开心的 等你结婚的时候 我们不醉不归 好 好